中小微企占本澳企業總數九成以上 不少特色老店、小商店 更是組成澳門特有地道文化的重要部份 特區政府在發展經濟的施政方針中 一貫以致力支持中小微企為重點 幫助他們迎合本澳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升級轉型 部份特色老店更因此再度發光發亮 這間餅店已有80年歷史 負責人說政府的輔助政策協助他們走出困境與時並進 有些叫做講解會叫我們去參與 因為我們對這些就不太熟 我太太也參加了很多講解會 譬如怎樣將我們的包裝改進 怎樣將產品保持得好些 時間長些 多個知名度 一路路走出去 譬如我們現在聽完她說之後 就去註冊商標 以前就這樣擺放 但現在特區政府是不錯的 雖然借了錢給我 然後還給她 現在又借過 其實都有幫忙 現在不錯的了 這間在本屋經營了近30年的印刷廠 亦都曾經面對過幾次經營困境 這個沙士 海嘯 即金融海嘯 還有黑格比的時候 這段日子真的很難過 幸好得到政府的援助 有中小企的援助 但是過了這麼艱辛的時候 另一方面 生產機器需要不斷更新和提升 亦都對廠方造成了不少壓力 特區政府近年先後推出的多個計劃 就起到支援企業的關鍵作用 是的 因為其實我們如果做印刷來說 機器是我們最大的成本 如果不是他們的貸款 我們很難去購買機器更新設備 來營合生產 專項貸款是幫助 因為我們可以得到它的擔保 我們可以在銀行借貸 購買一個新的機器 因為印刷必須要經常提升機器的質素 來配合現在客戶的要求 為了進一步支持中小微企提質發展 特區政府持續創設各種更為適切的輔助措施 包括近年積極推動大型企業 和本地中小企的採購合作計劃 以及正在開展的澳門特色老店評定工作 協助老字號重塑品牌 豆腐 很多的植物 下面會看到 なる程度 還有一小企業 等於真的 x2 那麼大 小企業